那些头颅被用胶油进过 不会很快的腐烂 每天早上 当艾利亚去井边 给卢斯伯顿打水的时候 都会从他们下面经过 他们背对着广场 因此艾利亚从来看不到面孔 只在心中幻想 其中之一就是乔弗里的头 幻想乔弗里那副漂亮脸蛋 被浸了胶油的光景 如果我是乌鸦 头一个目标 就是它肥厚的笨嘴唇 这些头颅并不孤单 师傅的乌鸦 在城门楼上整日盘旋 沙哑的国灶 为每颗眼珠而你争我夺 互相嘶喊驱逐 只有当巡城哨兵经过的时候 这些乌鸦方才暂时散开 时而学士的渡牙 也会拍着宽阔的黑翼 从鸭巢中飞过来 加入盛宴 每当这时 普通的乌鸦便拍斥离开 只等他们体型稍大的远亲饱餐之后 方才飞回来 清理残渣圣羹 这些渡牙 可还记得托斯米尔学士吗 埃里亚疑惑的想 他们会为学士感到悲哀吗 他们日夜对着他提叫 是否再奇怪 他为何不再回答呢 或许死人有沟通的秘法 只是活人听不到罢了 托斯米尔学士 被利府斩首 因为他在赫伦堡陷落的当晚 放出鸟 给凯岩城和军林保信 铁匠卢坎的罪名是 替拉尼斯特家打造武器 哈勒太太的罪名是 组织和安伯爵夫人的仆人们 为拉尼斯特家服务 管家被处死 则因为他把财宝库的钥匙 交给了台温公爵 大厨保住了性命 据说全是因为那锅黄鼠狼汤 但小美人皮亚和其他 跟拉尼斯特士兵相好过的女人 都被赶到了一起 拔去衣服 剃光毛发 扔在中庭的雄坑边上 任凭男人们享用 这天早晨 埃里亚去井边打水的时候 三个弗雷家的士兵 正在这些女人们身上坐乐 埃里亚尽量不去看 但男人们的吟笑 依旧传到耳中 装满了水的木桶很重 埃里亚转身 要把她提回坟王塔 却被艾玛贝尔太太抓住手臂 水从桶边晃了出来 溅到了埃玛贝尔腿上 你是故意的 那女人尖叫着 你想干嘛 埃里亚奋力扭动着身体 自从他们砍掉了 哈拉太太的脑袋之后 埃玛贝尔太太就有些疯疯癫癫的 看到没有 埃玛贝尔太太指着院子对面的皮亚 北方人跨台的时候 这就是你的下场 放手 埃里亚想挣脱 但埃玛贝尔太太的手指头越钻越紧 她会跨台的 赫伦堡诅咒所有的人 泰温大人打了圣仗 很快就会带着大军杀回来 然后就轮到她 惩罚叛徒了 别以为她会不知道你干的好事 哈哈哈哈 老妇人纵声大笑 我会亲自折磨你 哈拉 有一把旧扫帚 我一直给你留着呢 那扫帚棍裂开了 有好多的刺 埃里亚抡起了水桶 水的重量是她失去了准头 没能击中埃玛贝尔太太的脑袋 但泼出来的水 溅得那老妇人一伸 迫使她放手 别碰我 埃里亚大喊着 否则我杀了你 走开 湿淋淋的埃玛贝尔太太 伸出一根细长的手指 指着埃里亚外衣前肩上的包皮人 别以为胸口有个小血人 就可以作威作福 没这回事 蓝尼斯特会回来的 等着瞧吧 你等着瞧吧 四分之三的水溅到了地上 埃里亚不得不返回井边 如果我把她的话告诉波顿大人 天黑前她的头就会挂在城墙上 和哈拉的头作伴了 埃里亚一边想 一边将水桶拉上来 她知道自己不会说的 曾经有一次 当城墙上的头还只有现在一半多的时候 粘子里撞见埃里亚正在打量那些头 欣赏自己的杰作吗 粘子里问埃里亚 埃里亚知道粘子里是为卢坎的死而生气 但这样说太不公平 杀她的人是铁腿窝顿 埃里亚防卫地说 一切都是血系班和波顿大人的手下做的 那是谁把他们弄到我们头上来的呢 你和你的黄鼠狼汤 埃里亚揍了粘子里胳膊一拳 那只是一锅热汤而已啊 况且 你也恨亚末里爵士 我更恨这帮家伙 亚末里爵士 只是为了主子卖命 但血系班是无耻的佣兵 变色龙 他们当中有一半人 连通用语都不会说 额特修士喜欢小男孩 刻本操纵黑魔法 你的朋友尖牙还吃人呢 糟糕的是 埃里亚无法否认 詹德里的话 赫伦堡的粮末 主要靠勇士团征集 罗斯波顿还命令他们在收粮之余 将莱尼斯特的残余势力连根拔除 瓦格赫特把队伍分成了四队 自己带领最大的一队 其余的叫给信任的不下 以尽可能多的劫略村落 罗尔街经常将瓦格大人 找叛徒的办法当谈资 这位大人只不过回到从前 勇士团打着 莱尼斯特的旗帜造访过的地方 把那些投靠过他的人 统统抓起来 这些人当初大都收了 莱尼斯特的钱 因此血绪班带回城的除了一框框的头颅 还有一袋袋的钱币 猜谜时间 虾个位愉快地到处大喊着 博尔顿大人有一只山羊 他把那些给兰尼斯特大人的山羊 喂食的人吃光了 请问现在有几只山羊 一只 问到埃里亚的时候 埃里亚这样回答 哈哈哈哈 黄鼠狼跟山羊一样的聪明啊 小丑 窃笑着 卢尔顿和尖牙 跟他们一样坏 每当波顿大人与守军一起进餐 埃里亚就会在那帮人里面发现他们 尖牙一身臭气 像变质的奶酪 因此 勇士团安排他坐在桌子的最末端 随他在那咕咕嚕嚕 嘶嘶怪叫 手齿并用的丝肉 埃里亚走过的时候 他会朝着埃里亚秀 但最让埃里亚害怕的还是罗尔街 罗尔街坐在前程的乌斯维克边上 埃里亚四处走动着伺候 感觉到罗尔街的目光就在自己身边游走着 有的时候埃里亚真后悔 当初没有跟贾坤和加尔一起去侠海对岸 埃里亚还留着贾坤给的那枚笨硬币 那只是一块比铜板大不了多少的铁片 边缘已经生锈 钱币的一面上 有一些埃里亚不认识的怪异文字 另一面是个男子的头像 几乎完全磨损了 他说这钱币很珍贵 但和她的假脸假名字一样 这只是又一个谎言 想到这里 埃里亚很气愤 便把那硬币给扔了 但不出一个小时 埃里亚便会开始难过 于是又会把那硬币找回来 尽管那硬币一文不值 埃里亚一边琢磨那枚硬币 一边使劲地提着水穿过流石庭院 娜娜 有人在喊 放下水桶 过来帮我 埃里亚和埃里亚年纪相仿 个子却有些偏矮 埃里亚弗佛雷正沿着凹凸不平的实地面 使劲地滚着沙桶 脸胀得通红 埃里亚过去帮她 他们一起把桶推到墙壁旁边 然后再返回 最后树立起来 埃里亚打开盖子 拽出了一件锁甲 沙子哗哗流动着 你看它干净了没有 作为卢斯波顿的侍从 埃里亚负责保养主人的锁甲 保持明亮光鲜 你得把沙子全抖掉 那还有绣斑 看见了吗 埃里亚指了指 你最好再来一遍 你来好吗 埃里亚求助的时候 会露出友善的表情 但之后就会记起自己身为侍从 而埃里亚不过是个女仆 埃里亚总爱吹嘘 自己是河渡口领主的亲生儿子 不是侄子 不是私生子 不是孙子 而是亲生的嫡子 而且还和一位公主定了婚 埃里亚既不在乎 埃里亚的宝贝公主 也不喜欢听埃里亚发号施令 大人还等着我的水呢 他正在卧房里用水质放血 不是普通的黑水质 这回是又大又白的那种 埃里亚的眼睛瞪得 跟两颗煮熟了的鸡蛋一样 他怕极了水质 尤其是那种肥大的 吸满血之前像肉洞一样的白水质 我忘了 你太瘦了 推不动这么重的桶 我也忘了 你笨得要死 埃里亚提起水桶 你也该放放血 井泽里有猪那么大的水质呢 埃里亚留下埃尔玛 独自跟他的沙筒作伴 领主的卧室里挤满了人 科本在服侍大人 阴沉的窝顿 穿着锁甲衫和手套 站在一旁 此外还有十来个弗雷家的人 彼此是亲兄弟 义母兄弟 堂兄弟 及表兄弟 洛斯波顿光着身子 躺在床上 四肢内侧和苍白的胸膛上 爬满了水质 长长的透明虫子 逐渐变为闪亮的粉红色 对他们 波顿就和对埃里亚一样 完全不加理会 不能让泰温公爵 把我们困在赫伦堡 埃里亚把水 住满水盆的时候 伊尼斯弗雷爵士正在说话 爵士是个 秃顶驼背的灰大哥 长着水汪汪的红眼睛 和粗糙的巨手 赫伦堡内 一千五百名弗雷家的士兵 归他节制 但他似乎很无能 连自己的兄弟 也指挥不大动 这个城太大了 要守住他 需要一整支军队 而一旦被困 我们却养不起一支军队 因为无法储备足够的补给 农田成了灰烬 村庄被狼群占据着 收获要么被烧了 要么被偷了 秋天已经降临 我军却没有存粮 更没有种子 用于播种 只能靠劫掠为生 假如斯拉尼斯特军 加以封锁 一个月之内 就只剩下老鼠 和皮鞋可以吃了 我不会被困住 罗斯伯顿的声音之轻 人们只能伸长耳朵 才能听得见 因此他的房间里 总是出奇的静 那怎么办 杰瑞弗雷爵士提问 他是个秃顶的兽子 一脸痘疮 莫非顺着被胜利 冲昏头脑的 埃德姆图利的意思 跟泰文公爵正面决战吗 他会打垮他们 埃里亚心想 他会像在洪叉河岸一样的打垮他们 你们等着瞧吧 他悄悄地站到科本身边 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泰文公爵 离这儿远着呢 波顿平静地说 他在军林有很多的事情等着处理 短期之内不可能进攻赫伦堡 伊尼斯爵士固执地摇了摇头 大人 您对于兰尼斯特的了解 没有我们深 您瞧 斯丹尼斯国王也认为 泰文公爵远在千里之外 结果呢 遭到了灭顶之灾 水质 吸食着床上 这名苍白男子的鲜血 他微微一笑 我和他不一样 绝世先生 就算奔流城召集了所有的兵力 少郎主也从西境乘胜而归 与埃德姆合军一臭 那我们的部队仍然无法与泰文公爵的大军 想提并论呢 我提醒您 他目前的军队远远超过了 当初在绿叉河的树木 高亭加入了 乔弗里的行列 我没有忘 我做过泰文公爵的俘虏 Horsting爵士说 他是个高大的方俩汉子 据说在弗雷家中最为强壮 我可不希望再受一次款待 哈瑞斯海姨爵士不住的脸头 他母亲是弗雷家的人 连神经百战的史丹尼斯白拉行尚且败在泰文公爵手下 咱们的小鬼国王与他为敌 岂不是以卵击石吗 但环顾兄弟与亲戚们寻求支持 他们也果真咕弄着表示同意 丑话总得有人站出来说 Horsting说 罗伯国王必须明白 战争已经失败了 罗斯波顿用蛋白的眼珠打亮着Horsting 陛下与兰尼斯特军多次交锋 从无败计 但他失去了北京 Horsting弗雷坚持着 失去了临东城 他的弟弟们都死了 轰的一声 埃里亚简直无法呼吸了 死了 布兰和瑞肯死了 他这是什么意思 临东城怎么了 乔弗里不可能夺取临东城 不可能 罗伯会打败他的 然后埃里亚才想起 罗伯远征西径 根本不在临东城 布兰成了残废 瑞肯只有四岁 他竭尽全力 才控制住自己 没有奔过去大声质问 而是运用席流 弗里尔教他的办法 像件家具式的笔直挺立 泪水在眼睛里积聚 但他生生的忍住了 这不是真的 这不可能是真的 这只是兰尼斯特的谎言 若是斯坦尼斯获胜 情况会迥然不同的 朗诺尔和文渴望地说着 但是 瓦德侯觉得私生子 斯坦尼斯已经输了 欧斯坦尼爵士生硬地说 愿望 不会改变事实 不管罗伯国王高兴不高兴 都必须与拉尼斯特家讲和 并脱下王冠 屈膝尘服 那么这个建议 由谁来告诉他呢 罗斯坦尼微笑着 多事之秋 能有这么多 英勇的好兄弟 站在我这一边 实在是太好了 我会仔细地 考虑你们的话 他的微笑意味着散会 弗雷加的人行礼之后 纷纷离去 只留下了科本 铁腿沃顿和埃里亚 伯顿大人照他上前 血放够了 那呢 把水质拿掉 我马上去办 大人 任何事 都不能让 卢斯伯顿 说第二遍 埃里亚真想问他 霍斯丁爵士提到的 临东城的事 但他不敢 我去问埃尔玛 他心里想 埃尔玛 会告诉我 他小心翼翼地 将水质从伯爵的身上摘下来 虫子在指尖缓缓 如动 粉红的身体湿漉漉的 因吸血而膨胀起来 不过是水质 埃里亚提醒着自己 一捏就烂的了 呃 夫人来信 科本从袖子里抽出一卷羊皮纸 他虽然穿着学士的袍子 脖子上却没有紧练 据说 他因为涉足死灵树 而被学成放逐了 念 波顿说 我的夫人 几乎每天都从卵河城写信来 内容千篇一律 晚日夜为您祈祷 亲爱的大人 他写道 数着日子等您回来 与我再度共眠 早日归来吧 我将为您产下许多笛子 以取代您真爱的多米利克 进您之后 统治恐不保 埃里亚的脑海中 不禁浮现了一个 圆滚滚的粉红色的婴儿 浑身爬满了粉红色的水质 躺在摇篮中 他递给波顿大人一块湿毛巾 以擦拭大人的柔软而无毛的身体 我要写信 波顿告诉前学士 给瓦德夫人 给浩曼陶河爵士 洪曼爵士的信使两天前就到了 陶河的部队夺回了戴瑞的城堡 经过短暂的围城 莱尼斯的驻军 便搞投降 以国王的名义 要他处死俘虏 烧毁城堡 然后跟罗贝特·格罗佛会合 东进攻打穆古城 此间土地还很肥沃 几乎没有遭到战火波及 该让他们也尝尝滋味 格罗佛没了家宝 陶河没了儿子 势必急于复仇 我马上去拜 然后带过来 给您封印 打人 埃里亚很高兴 戴瑞家的城堡 要被烧毁了 他跟乔弗里打架之后 正是被抓到了那里 也正是在那里 王后逼着父亲 杀了三色的小狼 那地方活该 其实 埃里亚先前希望 罗普特·格罗佛和 洪曼陶哈爵士 早些回到赫伦堡来 他们走得很匆忙 埃里亚还来不及决定 是否要把秘密告诉他们 我今天要去打猎 罗斯波顿一边说 一边让科本 帮他穿上一件家序背心 安全吗 大人 科本问 三天之前 阿特修士的人 刚刚遭到了狼群袭击 那些狼直接闯进了营地 在离营火不到五马远的地方 咬死了两匹马 我要猎的正是狼 他们 吵得我晚上睡不着 波顿扣上皮带 调整好长剑和匕首的位置 据说在我们北境 一度冰原狼结成了上百只的群落 四处游荡 不怕人 连长毛巷也不怕 但那是古代 况且是在北方 我很奇怪 南方的寻长狼 怎么会如此大胆 糟糕的时代 孕育糟糕的东西 大人 波顿露出牙齿 似笑非笑 如今有这么糟糕 学士 夏日已尽 国内又有四王争雄 一个国王 才糟糕 四个 哈哈哈哈 他耸了耸肩 娜娜 我的球皮抖 鹏 艾利亚将斗篷递给他 我回来之前 房间要打扫干净 收拾整齐 艾利亚一面 替波顿系斗篷 波顿一面说 对了 把瓦德夫人的信 处理掉 真命 大人 伯爵和学士 迅速离开了房间 没有多看 艾利亚一眼 他们走后 艾利亚把那封信 丢进了火炉 用拨火柜 搅动木柴 激发火焰 他呆呆地 看着那羊皮纸 卷曲 变黑 发出阵阵火光 拉尼斯特 敢伤害 布兰和瑞肯 罗伯一定会杀光他们 他绝不会屈服的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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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谁也不怕 屈屈烟尘 飘上烟囱 艾利亚 蹲在火堆边 热泪 盈眶 如果林东城 真的没有了 这儿就是我的家吗 我还是艾利亚吗 我是不是永远 永远 永远都只能当 女仆娜娜了呢 接下来的几小时里 艾利亚专心地 收拾着领主的套房 他扫掉旧的灯心草 铺上气味清新的心草 并在壁炉里 重新生起火来 把羽毛床垫弄蓬松 更换亚麻床单 在小厕所里 倒了夜壶 并把它刷洗干净 最后 捧着一大堆脏衣服 拿去给洗衣服 又从厨房 拿来了一碗翠秋梨 收拾完套房 他下去半层楼梯 继续整理书房 这是一间通风良好的大房间 规模与许多小城堡的厅堂无异 蜡烛已成了残庄 埃里亚把它们都换好 窗下有张大橡木桌 平日里大人就在这写信 埃里亚把书记堆好 放上新蜡烛 并将羽毛笔墨水和蜂蜡 排列整齐 文件之间 有一大张 破破烂烂的羊皮纸 埃里亚刚要把它卷起来 就被上面各种斑驳的颜色所吸引 蓝色代表湖泊与河流 红点代表城堡和市镇 绿色代表森林 它不由自主地把地图铺开来 地图下华丽的字体写着 三河流域全土 看来这张图画的正是 景泽与黑水河之间的地段 赫伦堡在一个大湖上方 埃里亚想了起来 奔流程在哪里呢 找到了 并不太远 干完活之后 下午才刚过了一半 因此埃里亚去了神木林 当波顿大人的试酒 比在威斯或粉红眼手下 轻松多了 唯一的麻烦是 必须穿戴整齐 实施舒适 这让埃里亚有些不耐烦 捕猎的队伍 没有几小时回不来 因此埃里亚有点时间 做针线活 他狠狠地劈砍白花树叶 直到扫帚见参差的顶端 变得又绿又黏 Glico爵士 埃里亚喘了口气 登森 波利弗 甜嘴 拉斧 他炫身 跃起 脚尖着地 忽左忽右 四面游移 打得松果 到处乱飞 祭士本 他大喝一声 接着又喊 猎狗 伊林爵士 马林爵士 瑟西太后 橡树树干 耸立在前 埃里亚做事突刺 一边低吼着 翘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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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 夜影 在身上 撒下点点斑驳 当他终于停下 已是通体大汗 右脚跟 还擦破了皮 流出血来 因此 他单腿 站在新树前 举荐 致敬 Villa Mocalis 他对北方的 远古诸神说 他喜欢 这串发音 穿过庭院 去澡堂的时候 埃里亚 撇到了一只 镀鸭 盘旋降落在鸭巢 不禁疑惑 这杜鸭是从哪里来 带来了什么消息 说不定是 罗伯派来的 专门澄清 布兰和 瑞肯的事 埃里亚 咬紧嘴唇 如此期盼着 如果我也有翅膀 就可以自己飞回 临东城去看 如果事情是真的 那我就干脆一直飞 飞过月亮 飞过闪亮的星星 飞去看老奶妈故事里的一切 飞去看龙 海怪 和布拉弗斯的 泰坦巨人像 再也不要回来 补猎的队伍 进黄昏时 才回来 带回来 九条死狼 其中七条 是成年狼 体型很大 一身挥踪 凶猛 而强壮 由于临死前的咆哮 他们的嘴巴张开 露出了黄色的牙齿 另有两条是幼崽 波顿大人下令 把他们的皮 缝成毯子 铺在他床上 小狼皮软 大人 他的一名手下指出 不如做一副 暖和的手套 波顿抬头 撇撇 城门楼上 飘扬着的旗帜 好吧 正若是他可 常常提醒我们的 领冬将至 那就坐吧 他看见埃里亚 望着他 便说 娜娜 我在林子里 受了点风寒 来一壶 加热的香料酒 别让它凉了 我打算独自进晚餐 大麦面包 黄油 和野猪肉 我马上去办大人 这 总是最佳回答 到厨房的时候 热派正做着燕麦粥 另外三个厨子 在踢鱼鼓 司鲁小弟 则在火焰上 翻转着野猪 大人要晚餐 配上加热的香料葡萄酒 埃里亚宣布 不能凉掉 听爸此言 一个厨子连忙洗手 取出一个锅子 倒满了粘稠芬芳的红酒 然后叫热派 边看着火 边把香料捣碎了 加进去 埃里亚过去帮忙 我自己来 热派沉着脸说 这点小事 不用你教 他恨我 不然就是怕我 埃里亚退开了 伤心更甚气恼 食物准备好了之后 厨子们扣上银罩 并拿后毛巾 包住酒壶保温 暮色降临 城墙上的乌鸦 绕着那些头颅 嘀嘀咕咕 活向满朝文武 觐见国王 一个卫兵守在 坟王塔门口 这不是黄狼汤吧 他打着去 卢斯波顿正在火炉边 看着一本皮革 装定的后书 多点几只蜡烛 他边翻着书页边下令 越来越暗了 埃里亚把餐盘 放在卢斯波顿手边 然后遵命去点蜡烛 屋里顷刻间 充满了摇曳着的亮光 和丁香的气味 波顿又用手指 夹着翻了几页 然后把书盒上 缓缓地 把书放进了火堆 他目睹着火焰 将其吞噬 淡白色的眼珠 映着亮光 干燥的旧皮革 呼的一声着了火 泛黄的书页 一张张卷了起来 仿佛有个幽灵 正在阅读 今晚用不着你了 卢斯波顿说话的时候 一眼都没瞧埃里亚 埃里亚本该像一只老鼠一样 悄悄地离开 却不知怎的 留了下来 大人 他开口问 您离开赫伦堡的时候 会带上我吗 罗斯波顿转头 凝视着埃里亚 那眼神好像是 突然发现 晚餐在跟她说话 我准你问话了吗 娜娜 没有 大人 埃里亚 垂下了眼睛 那你就不该问 对不对 不该 大人 罗斯波顿似乎有些兴致 念你是初犯 我就回答一次 下不为例 我回北方的时候 打算把赫伦堡交给 瓦克大人 你和他一起留下 但我不 娜娜 罗斯波顿 打断了埃里亚的话 我没有被仆人 质问的习惯 要我把你的舌头 拔出来吗 埃里亚知道 这种事 对罗斯波顿而言 就跟别人打狗 一样的稀松 平常 不 大人 那就把嘴巴 闭上 是 大人 去吧 我原谅你 这次无礼 埃里亚 离开了 但没有回去睡觉 她走出坟王塔 踏入黑暗的庭院 门口的卫兵 对她点着头 说 闻到了吧 暴风雨 要来了 阵阵 朔风 吹过 插在城墙上的 那些头颅旁的火炬 急速摇曳着 去神木林途中 经过 豪枯塔 埃里亚 曾在那生活 生活在 对 威斯的 恐惧之中 赫伦堡 沦陷之后 弗雷甲 将那塔占用了 埃里亚听见 一扇窗户里面 传来了许多 愤怒的话音 一群人 在同时叫嚣 讨论 争吵 埃里亚 独自 坐在门外的台阶上 怎么了 埃里亚问 埃里亚的脸上 闪着泪花 我的公主 埃里亚 埃里亚 愁气着 伊尼斯 说 我们蒙羞了 父亲大人 从卵河城 派来了一只鸟 要我跟别人 结婚 否则 就去做修事 就为一个笨公主 埃里亚想 有什么好哭的 我弟弟可能死了呢 他向埃尔玛吐露着 埃尔玛轻蔑地看了他一眼 谁在乎 谁在乎 女仆的弟弟呀 听埃尔玛这么说 很难不去揍他 你的公主去死吧 埃里亚大声说着 然后 趁埃尔玛抓到自己之前 飞身跑掉 他跑进了神木林 在原处 找到了扫帚剑 提着他 来到新树前跪下 红叶 沙沙作响 红眼 洞穿内心 这是 远古诸神的眼睛 诸神啊 请告诉我 该怎么做 他祈求着 梁酒 一片寂静 唯有 风声 水声 和枝叶的泼嗦声 接着 从遥远的地方 从神木林之外 从闹鬼的塔楼之外 从赫伦堡巨大的石墙之外 从世界的某处传来了一声 孤寂而悠长的狼嚎 埃里亚身上起了鸡皮疙瘩 片刻之间 头晕 目眩 然后 他朦朦胧胧的 听见了 父亲的声音 当大雪降下 冷风吹起 独行狼死 群聚狼声 父亲说 可我找不到伴 埃里亚轻声 对鱼梁木说 布兰和瑞肯死了 桑莎 在Lannis的家手中 穷去了长城 我甚至都不是自己了 我 成了娜娜 你是临东城的埃里亚 北境的女儿 你答应过我 会变得坚强 别忘了 你体内流着 奔狼之血 奔狼之血 埃里亚记起来了 我说过 我会变得跟 萝卜一样的坚强 埃里亚 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双手举起 扫帚棍 往膝盖上一颗 扫帚棍 响亮的断裂了 碎片 被埃里亚扔掉 我是冰原狼 不需要木头牙齿 当天晚上 埃里亚 躺在狭窄的稻草床上等待明月升起 一边聆听着生者与死人的低声争辩 这是他现在唯一相信的声音 他耳中不但有他自己的呼吸 也有狼群的嚎叫 他们已经成群 他们 比我在神木林里听到的时候更接近了 他心想 他们在呼唤我 最后 埃里亚从被子底下溜了出来 摸索着套上外衣 光脚走下楼梯 卢斯波顿是个谨慎的人 坟王塔门口 日夜有人把守 埃里亚不得不从地窖的窗溜出去 庭院寂静无声 巨大的城堡陷入鬼影重重的迷梦 唯有寒风在头顶的豪枯塔 尖笑着 埃里亚发现铁匠房炉火已熄 门也关闭上栓 于是像上次一样翻窗进去 詹德里跟另外两个铁匠学徒睡在一起 埃里亚在阁楼上全服良久 等待眼睛适应黑暗 确定詹德里就是边上那个 埃里亚用一只手捂住她的嘴 捏了她一把 她立刻睁开眼睛 一定没睡熟 求求你 埃里亚轻声地说 一边把手从詹德里的嘴上移开 指了指外面 片刻之间 埃里亚以为詹德里不明白 但她随后从被子底下溜出来 光着身子穿过房间 套上了一件松松垮垮的粗布上衣 跟在埃里亚后面趴下阁楼 熟睡的人们没有动静 你又要干什么 詹德里压低声音 恼怒地问 我要一把剑 我跟你说过一百遍了 黑拇指把所有的刀和剑都锁起来了 水智大人叫你来拿的吗 我自己要 用你的锤子把锁砸开 他们会砍断我的手的 詹德里嘟弄着 或者更糟 跟我一起逃就不会了 逃 他们会杀了你 留下来更糟 波登大人亲口告诉我 要把赫伦堡交给写戏班 詹德里把盖在眼睛上的黑头发剥开 那又怎样 埃里亚勇敢地指示着她 一旦瓦格赫特当上了城主 会把全城仆人的脚都砍掉 以防他们逃跑 铁匠也一样 这只是吓唬小孩的故事 詹德里不屑地说 不 是真的 我听见瓦格大人亲口这么说的 他撒谎了 每个人都会被他砍掉一只脚 似乎是左脚 去厨房叫醒热派 他听你的话 让他准备些面包 或者烟麦饼之类的东西 反正你负责拿剑 我负责牵马 最后在厉鬼塔后面的东墙边门碰面 那里很少有人进出 我知道那里 还不是跟其他的门一样 有人守卫吗 那又怎样 好了 你别忘了剑 我又没说要来 好好好 但如果你要来 不会忘记带剑的吧 詹德里 皱起眉头 不会 他最后说 我想不会 埃里亚原路返回坟王塔 一边悄悄地 走上蜿蜒的楼梯 一边聆听着脚步声 在自己的小房间里 他脱光了衣服 仔细地着装 他穿上两层内衣 一双温暖的长袜 还有自己最干净的外衣 那是伯顿家的制服 胸口上缝着恐不饱的 包皮人文章 随后他系紧鞋子 瘦小的肩膀 披上一件羊毛斗篷 并在喉咙下打好结 静如影 他再次下楼 中途在领主的书房门口 驻足聆听 唯有静默 于是他缓缓地 推开了门 羊皮纸地图就在桌上 在波顿大人吃剩下的晚餐旁边 他将地图紧紧地卷好 插入腰带 为防止粘得里 万一不敢来 他把大人留在桌上的匕首 也拿走了 之后他溜进了漆黑的马厩 有匹马低撕了一声 马夫们都睡着了 他用脚尖 同行一个 对方 歪歪扭扭地坐了起来 嗯 嗯 干嘛 波顿大人要三匹马 上好马鞍和配头 那男孩站起身来 拍拍头发里的稻草 干嘛 现在 现在 你要马 男孩对着 埃里亚外衣上的家徽 眨了眨眼睛 大半夜的 他要马做什么 波顿大人 没有被仆人质问的习惯 埃里亚双手抱胸 马童盯着 那包皮人不放 他知道 那代表着的含义 你要 三匹 一二三 打猎用的马 又快又稳的那种 埃里亚帮他准备配头和马鞍 以防惊动其他人 他希望将来不会连累到这个男孩 但心里知道 这很难 从城中牵着马走过 是最困难的部分 只要可能 埃里亚便躲在墙边的阴影里 如此 城头上走动着的卫兵 就得垂直往下看 才能发现他 他们发现了又怎样 我可是大人的天生是酒 这是个寒冷 潮湿的秋夜 西边飘来的乌云遮住了星星 每阵风都让豪哭他发出凄厉的悲气 闻起来 快下雨了 埃里亚不知道这对他们的逃亡来说 是好 是坏 没人看见他 他也没看见任何人 只有一只灰白相见的猫 沿着神木林的围墙 悄悄走动 那猫停下来 朝埃里亚吐口水 煞时间 唤起了埃里亚关于红宝 父亲和西六佛儿的回忆 我想抓 就能抓住你 他轻声地对那猫说 但我得走了 猫咪 那只猫撕了一声 然后跑掉了 厉鬼塔在赫伦堡的五座巨塔中 损坏最为严重 它阴沉凄凉地处立在一座 轻腿的圣堂后面 近三百年来 只有老鼠到此地来祈祷 埃里亚就在那里 等待着詹德里和热派 仿佛过了很久很久 马啃食着碎时间的杂草 乌云吞没了最后一颗星星 埃里亚百无聊赖地拿出匕首打磨 照着西六佼她的法子 悠长而平稳地摩擦着 这声音令她平静 人还没到 她远远地便听见了他们的声音 热派呼吸粗浊 还在黑暗中半了一跤 擦破了小腿的皮 随之而来的大声咒骂 几乎能吵醒半个赫伦堡 詹德里比较安静 但走动的时候 身上扛的剑互相撞击 叮当作响 我在这儿 埃里亚站了起来 安静点 否则他们会听到 男孩们在碎石堆中 择路朝埃里亚走来 詹德里在斗篷下面 穿了上好了油的锁脚 背着铁匠的锤子 热派杖红的圆脸 在兜帽里若隐若现 他右手摇摇晃晃的 拎着一袋面包 左臂下面夹着一大块奶酪 边门呢 有个卫兵 詹德里平静地说 我告诉你了 会有卫兵 你们留下来看吗 埃里亚说 我去处理 听到信号 就赶快跟上 詹德里点了点头 热派说 你学猫头鹰 我们就过来 我不是猫头鹰 埃里亚说 我是狼 我会嚎叫 他独自一人 穿过厉鬼塔的阴影 走得很快 以抵制内心的恐惧 一面幻想着 西六佛瑞尔 幽冷 贾坤 霍加尔 和穷恩雪诺 就在身边 他没有带 詹德里给的剑 现在还不需要 尖锐锋利的匕首 更合适 东墙边门 是赫伦堡最小的入口 十分狭窄 后室的橡木门板 镶嵌铁钉 与城墙 称斜脚 设在防御塔楼下 门边 只有一个守卫 但塔楼里一定还有 岩墙巡逻的更多 不管发生什么 静如影 不能让他出声 灵星的雨点开始落下 有一滴吊在煤梢 沿着鼻子缓缓流淌 埃里亚没有隐藏 而是静止走向卫兵 装作波顿大人 有所拆遣的样子 那卫兵看着埃里亚走近 十分好奇 一个仆人 为何在漆黑的夜晚 跑来找他 目了 埃里亚发现 这卫兵 是个又高又瘦的北方人 裹着一件破烂的毛皮斗篷 真糟糕 埃里亚或许 能瞒过弗雷加 或者勇士团的人 但恐不保的部署 跟随卫斯波顿一辈子 比埃里亚更了解他 如果我告诉他 我是埃里亚史塔克 命令他让开呢 不 埃里亚不敢 这个卫兵是北方人 但不是临东城的人 他是卫斯波顿的手下 于是 埃里亚走到那卫兵面前 敞开斗篷 露出胸口的包皮人 波顿大人 派我过来 这个时候 做什么呢 埃里亚看见 皮斗篷下面 钢铁的反光 却不知自己够不够强壮 能不能将匕首插进锁甲 喉咙 一定要 刺喉咙 可他太高 我够不到啊 片刻之间 埃里亚不知如何是好 片刻之间 埃里亚又成了受惊的小女孩 雨水聚在脸上 感觉 像是眼泪 他要我发给每个卫兵 一枚银币 以示奖励 这句话也不知道 是打哪冒出来的 你说 银币 这卫兵并不相信 埃里亚 但心里 渴望 相信 毕竟 银币 就是银币啊 啊 嗯 拿回来吧 埃里亚把手伸进外衣 掏出 甲昆给的硬币 黑暗中 钢铁 可以冒充褪色的银子 埃里亚 把硬币递了出去 并且让那硬币 从指尖 滑落 那人低声骂了一句 蹲下来 在泥地中摸索 脖子凑到了 埃里亚眼前 埃里亚 拔出匕首 划破那人的喉咙 动作流利的 像夏日的丝绸 热血 一下子涌了出来 喷满了埃里亚的手 那人想喊叫 却被血 耿住了 维拉 莫卡里斯 那人死去时 埃里亚轻声捏着 等那人不再动弹 埃里亚拾起了 那枚硬币 赫伦堡的高墙之外 传来了一声 悠长而响亮的狼嚎 他推开门栓 搁到一边 然后打开了 沉重的项目铃 等热派和 詹德里 牵马过来 雨势已大 你杀了他 热派 倒抽了 一口凉气 当然 手指上 全是黏黏的血 那气味 令母马 紧张不安 没关系 埃里亚一边响 一边翻上马鞍 雨水 会把血迹冲得 干干净净的 知聊有声 欢迎继续收听 王座厅内 是一片珠宝 球皮和华丽锦段的海洋 领主和贵妇们 群聚于大厅后方 站在高窗之下 像码头上的渔妇一般 互相推举着 乔弗里的庭臣们 今日都极力攀比 贾拉巴索尔 一身豪华的雨衣 奇异而夸张的服饰 让他看起来 像只极欲腾空的巨鸟 总主教的头 每动一下 水晶冠冕 便散发出七彩红光 义室桌边 瑟西太后 身穿戴金色条纹的 酒红色天鹅绒礼服 熠熠生辉 他身边的娃利斯 穿着淡紫色的紧袍 时而大呼小叫 时而咯咯窃喜 月童和汤托斯爵士 穿着崭新的小丑服 洁净亦如春日之尘 连贪的伯爵夫人母女 都换上了青绿丝绸 与毛皮做的礼服 彼此相得一张 而盖尔斯伯爵 可所用的方巾 也换成了 香金边的鲜红绸帕 乔弗里国王 高坐在所有人之上 那布满剑热 和刺激的铁王座里 他穿着飞红锦衣 黑披风上 嵌有许多红宝石 头戴沉重的金冠 三下穿过一大群骑士 侍从和名流富商 好不容易挤到旁听席前端 这时喇叭声骤然响起 泰温Lannister公爵 驾到 泰温公爵骑着战马 横穿大厅 直到王座前方才下马 三下从没见过 这么华丽的铠甲 赠亮如火的红钢板 嵌有繁复的黄金窝形装饰 巨盔上围了一圈 蓄日状的钻石 盔顶咆哮的雄狮 有红宝石的眼镜 双肩上的母狮 扣着一件又长又重的金色披风 它垂下来 一直盖住了马的臀部 马的铠甲也是镀金的 马式是闪亮的飞红丝绸 其上是有Lannister家族的雄狮文章 凯颜成公爵的形象 如此令人敬畏 因此当他的坐骑 陡然在铁王座下 拉出一堆粪便时 大家都吃了一惊 乔弗里不得不小心翼翼的绕过那堆粪便 去拥抱他的外公 并称外公为军林的救星 剑此光景 三色连忙捂住嘴 以掩饰自己的笑容 小乔故作诚恳地 恳求外公 带他掌管王国全境 台湾公爵庄严地接受了任务 吾将不辞辛劳 直到陛下成年为止 随后侍从们帮他卸下盔甲 由小乔亲手将首相项链 为他挂上 台湾公爵在义士桌边 太后身旁落座 带到战马被牵走 地板也被清理干净之后 瑟西点头示意典礼继续进行 列位英雄逐个通过巨大的橡木门 走进大厅 每进来一位 黄童喇叭都响起一阵 嘹亮的号声 以为致敬 司仪高声宣布着 他们的姓名与事迹 列席的骑士与夫人们 热烈欢呼 活向斗鸡场边的观众 最先进场的是 高亭公爵 梅斯提里尔 据说他当年身体睽萎 如今却有些发福 不过俊朗依然 他的两个儿子紧随在后 罗拉斯爵士和其兄勇武的加兰 三人一律穿着香紫雕皮边的绿天鹅绒长袍 国王再次走下王座 向他们质疑 这是特有的殊荣 他还为他们每人系上了一条 软金玫瑰项链 坠子是一块金牌 嵌有红宝石雕刻而成的 蓝尼斯特雄狮 玫瑰支撑雄狮 正如高亭的力量支持国家 卡弗利宣布 清等有何请求 但说无妨 五等定当准清所请 开始了 三上信响 陛下 罗拉斯爵士说 臣请求加入您的御林铁位 以对抗您的敌人 保护您的安全 加弗利扶起百花骑士 在他脸颊上印上一吻 就这么办 兄弟 提里尔公爵低头说 无上之荣光 莫过于为陛下效劳 臣愿以此绵薄之躯 顾问于陛下之御前会议 担恼徒弟 在所不惜 小乔将一只手搭上了 提里尔公爵的肩膀 并在他起身时 吻了他 准了 加兰提里尔爵士 比罗拉斯爵士年长五岁 两人长得十分相似 与更有名气的弟弟相比 加兰比较高大 留了胡子 胸膛更厚 肩膀更宽 虽然相貌也算清秀 却没有罗拉斯爵士那种 令人震撼的美 陛下 带国王走近后 加兰开口 臣有个代字归中的妹妹 玛格里 时乃吴家之明珠 陛下明察 他曾嫁与兰里贝拉行 但公爵尚未原防 便赴沙场 故而舍妹 处子之身未破 玛格里 听闻陛下 庄庄丰功伟绩 迷醉于 您的智慧 勇气 与骑士精神 远在他方便 坠入爱河 臣恳请陛下 即日将他接来京师 携手联姻 结合两大家族 共筑 世代辉煌 乔弗里国王 故作惊讶 哦 加兰爵士 令妹之姿 七大王国远近驰名 但 已有婚约在前 君无戏言 群聚婆娑 瑟西太后 站了起来 陛下 遇前会议认为 以无完万金之躯 迎娶 以被名正典型的叛徒之女 既为不治 亦为不妥 旷其兄 时至今日 尚明完不化 不肯降下叛旗 归顺御朝 陛下 为国家福祉 遇前会议 肯请您 痛下决心 取消与三萨斯塔克这婚约 令弟 玛格雷小姐 为后 大厅里 列位贵族男女 立即像训练有素的狗一般 急切地呐喊起来 玛格雷 他们高喊着 我们要 玛格雷 不要叛徒王后 给我们提里尔 给我们提里尔 乔弗里 举起了一只手 身为国王 武当顺应名义 但母后明鉴 无知婚约 乃立于诸神之前 郑重其事 总主教走上前 陛下 诸神固然看顾婚约 但先王 守神 神荣宠之 老婆国王 在临东城 许婚之时 斯塔克家 叛计未险 今其足世纪败落 罪行滔天 神人共愤 人人 得而诸之 自无须念 昔日之有蒙 守过往之 众诺 陛下 伟诸神之名 再次宣布 您的义务已告解除 婚约 无效 嘈杂的欢呼声 响彻了大厅 一阵又一阵的 马克雷 马克雷 的喊叫 在 三舍的四周掀起 三舍轻身向前 紧紧抓住 旁听席的木栏杆 虽然他明知 接下来 会发生什么 却免不了 担心 乔弗里的说辞 担心 乔弗里会不顾大局 拒绝解放他 他觉得自己仿佛 又回到了 背了大圣堂外的 大理石讲坛上 等待他的王子 宽恕父亲 结果却听到 他命令 伊林佩恩 砍下 父亲的手机 住身了 求求你们 他热切地 祈祷着 求求你们 让他说出来 说出来吧 泰文公爵 紧盯着外孙 不放 乔弗里闷闷不乐地 望了他一眼 迈不上前 扶起迦兰 提里尔爵士 既然诸神慈悲 无当自主行为 一岁心愿 爵士先生 迎娶另媚 时乃无上之喜 他亲吻着 迦兰爵士 那留着胡子的脸颊 欢呼声 在周围 响了起来 莎莎感到一阵 奇妙的晕眩 我自由了 无数的目光 落在他身上 不能笑 他提醒自己 太后警告过他 不管他心里怎么想 脸上都必须 表现出 伤心欲绝的神色 我不能让我的儿子 丢脸 索西说 你清楚了吗 是的 嗯 现在我做不了王后了 那么以后 怎么办呢 这事以后再决定 目前你还得留在朝中 接受我们的监护 我想回家 太后不耐烦起来 你还没弄明白吗 没有人能够随心所欲 可我已经满足了 三上心想 我摆脱了乔弗里 不需要亲吻他 不需要将童真给他 不需要怀他的孩子 这一切都留给 麦克里提脸吧 哦 可怜的女孩 等喊声见息 高亭公爵 也在一室桌旁就坐 他的儿子们 则退到高窗下 与其他骑士 领主站到了一起 黑水河一翼的英雄们 陆续入听领赏 三上努力装出一副 失魂落魄的样子 蜻蜓岛领主 派克斯特·雷德文 沿着大厅迈步上前 两边是他的孪生子 恐怖爵士和流口水爵士 前者在战斗中 腿上受了点伤 显得一瘸一拐 在他们之后 又身穿雪白上衣的 马托斯·罗婉伯爵 他的胸前 用金丝纹着一棵大树 瘦长而秃顶的 兰德·塔利伯爵 背后斜跨着一把 珠宝剑鞘的巨剑 凯逢·兰尼斯的爵士 是个秃顶粗汉 胡子修得很短 亚当·马尔布兰爵士 红铜色的长发披在肩头 随后还有蹊径的几大诸侯 莱顿·克雷赫 与布拉克斯 接着是四位出身贫寒 但战功标饼的人物 独眼的雇雍骑士 菲利普福特 在一对一的决斗中 杀死了 布拉斯·卡伦伯爵 自由起手 罗索布伦冲破几十名 佛索维家族士兵的包围 活捉了绿苹果佛索维家 的穷恩爵士 击毙了红苹果佛索维家 的布拉恩爵士 和埃德维爵士 为自己赢得了 苹果时刻 罗索的称号 威利特 是哈里斯·史维夫爵士 手下的一名 头发斑白的老兵 在危急关头 将主人 从垂死的战马下 脱了出来 并杀退了 十余敌兵的攻击 嘴上无毛的侍从 乔斯明·派克顿 尚布满十四岁 但在战斗中 杀死了两名骑士 令击伤一名 俘虏两名 这四人当中 威利特 是抬进来的 他的伤势 实在太重 凯冯爵士先前 已经在哥哥 泰文公爵旁边落座 等司仪报外 各位英雄的事迹之后 他站了起来 与此国难当头之际 诸位精中报效 奋不顾身 令陛下身为感叹 决意着力嘉奖 由是 遵照陛下意愿 菲利普福特爵士 即日起受封为 福特家族的 菲利普伯爵 原卡隆家族的 领友之土地 权益和税赋 转归其所有 罗索布伦 着身为骑士 一旦海内平息 将于三叉几何流域 授予其土地与城堡 Chasmin-Paketon 授刺一把长剑 和一副铠甲 并可在王家马厩 任选一匹战马 成年之后 立即成为骑士 最后 上次威利斯先生 一只银柄长矛 一件心造所甲 外加一顶 戴面甲的权盔 此外 其子将入凯严城 为Lennice的家族效劳 长子为侍从 赐子为侍久 若此二人忠诚得利 均有机会晋升其事 陛下有令 首相与众臣 均表赞同 接下来 王家战舰 叶峰号 一蒙王子号 与和剑号的船长 受到了嘉奖 同时受奖的 还有一些来自于 神恩号 长枪号 丝绸夫人号 和杨首号的下层军官 据Sasha所知 他们主要的功绩 就是从和尚战斗中 活了下来 这其实算一桩 显有人能夸耀的成就 炼金术士工会的火术士 哈林和其他几位师傅 也受到了国王的感谢 哈林本人被提升为伯爵 但Sasha注意到 她的头衔和 Wallis一样 只是虚位 并没有土地和城堡 与之伴随 截至目前 最引人注目的绝律 给了兰塞尔 兰尼斯的爵士 Chuffley把戴瑞家的土地 城堡和权益 转属于他 因为在三河一带的战争中 戴瑞家血脉已绝 戴瑞家族 无合法之敌出继承人 位于一只 私生远亲 兰塞尔爵士 没有现身受风 据说 他的伤或许需要 截掉一条胳膊 甚至保不住性命 谣传小恶魔也快死了 因为他头上受了 狠狠的一击 最后司仪高唱着 于是小指头便穿着 玫瑰和李子色的服装 披风 袖满了仿生鸟 湿湿然走了进来 微笑着 跪在铁王座前 他看上去真得意 珊珊没听说 小指头在战斗中 有什么英勇事迹 但似乎他也是来受奖的 凯峰爵士再次起立 于此动乱平仍的险恶之际 陛下忠诚之顾问 贝蒂尔贝利西 以其一贯之操守 为国为民鞠躬尽瘁 堪为标榜 遵照陛下意愿 特与嘉奖 资昭告天下 加封贝蒂尔贝利西 为公爵 授予历史悠久之赫伦堡 及其所有封地赴税 令其择日将居成千至该地 总督三叉几何流域 其子嗣将世代继承 此等荣耀 万事不错 凡三和流域之领主 均需奉其足为封军 陛下有令 首相和众臣 均表赞同 小指头跪在地上 抬眼望着 乔弗里国王 微臣谢陛下厚恩 微臣这就设法弄几个子孙出来 乔弗里哈哈大笑 朝堂上的众人也跟着笑 总督三叉何流域 三叉心想 赫伦堡公爵 三叉不明白 他干嘛这么高兴 难道他看不出来 这些封号和赐予火术士哈林 与太监瓦利斯的头衔一样 都是虚的吗 每个人都知道 赫伦堡受了诅咒 况且目前也不在 莱尼斯的家手中 而三和诸侯效忠的 是奔流成的图利家 和北境之王 他们不可能接受 小指头为封军 除非他们战败了 除非我的哥哥 舅舅和外公全被推翻 被杀死 这念头令三叉不安 他告诉自己 别傻了 罗伯战无不胜 必要的时候 他也会打败 贝利西公爵的 那天有六百多骑士受风 他们整晚在 背了大圣堂守夜 早上赤脚穿过城区 到达红宝 以示谦卑 如今他们身穿 未经染色的羊毛外衣 一个个走上前来 接受御林铁卫的策封 策封仪式持续了很久 因为目前只有三名 白袍兄弟操作 曼德木尔 此意战死 猎狗失踪 亚里斯 奥克乌特 在多恩保护 米斯拉公主 杰姆·莱尼斯特 是罗伯的俘虏 玉林铁卫只剩下了 巴龙史文 马林·特兰 和奥斯蒙·凯特布莱克 受风后的骑士 起身扣好剑袋 站到高窗下 其中许多人 在游城时 磨破了脚掌 但在三下眼中 他们仍然挺拔而骄傲 新骑士们 还没有册封完毕 大厅里的气氛 就开始变得焦躁不宁 其中 乔夫里忧甚 旁听席上 已经有人开溜 不幸的是那些 站在下方的 诸侯显贵 众目睽睽之下 未经国王允许 不得离开 其实 从小乔 在铁王座上 坐立不安的样子判断 他倒是乐于批准散会 但今天的事物 远远没有结束 现在旅行完 论功 行赏的程序 俘虏们 被带了进来 这一群人中 也不乏大诸侯和名骑士 闷闷不乐的老爵爷 红谢赛提加 好人 伯尼佛爵士 足系比赛提加 更加悠久的 伊斯蒙伯爵 拖着碎裂的膝盖 蹒跚上前 不肯接受任何协助的 瓦尔纳伯爵 旧朝宝 凶猛的红罗兰爵士 雨林的 德姆特爵士 威廉伯爵 及其子 乔斯拉和埃里斯 曲恩 佛斯维爵士 碎剑提蒙爵士 朝头岛的 私生子 阿联 人称 拜金伯爵的 领主 史丹蒙 以及 其他数百人 在战斗中 投诚的 如今只需 向乔弗里 宣誓效忠 就算了结 但 那些 为史丹尼斯 苦斗到最后的人 必须表态 以此决定自己的命运 如若痛悔叛国罪行 请求饶恕 并保证今后忠心不二 乔弗里便欢迎他们 回到国王之下 恢复旧有的土地与权益 不过仍有一小撮人 公然反抗 别以为事情就完了 小鬼 一个似乎来自于 弗洛伦家族的 私生子 警告着 无论现在 还是将来 光之王 都守护着 斯丹尼斯国王 时候一到 任你有多少军队和诡计 都无济于事 你的时候 已经到了 乔弗里招呼 伊林派人爵士 将那人 拉出去 斩首 那人刚被拉走 又以为 表情严肃 外衣上有颗烈焰红心的骑士 高声呼叫 斯丹尼斯才是真正的国王 怪物 坐在铁王座上 他是乱伦产生的涅根 肃尼斯 肃尼斯的爵士 吼着 那骑士反而提高了音量 乔弗里就是那黑蛆 啃食着王国的心脏 黑暗为其父 死亡为其母 消灭他 否则你们将统统腐化 杀死 杀死昌济太后 灭掉蛆虫国王 除去邪恶的侏儒和搬弄是非的蜘蛛 再点燃虚伪的玫瑰花 拯救你们自己吧 一个金袍卫士将骑士踢翻在地 但他继续喊叫着 圣火 将给尽一切邪恶 斯坦尼斯国王必将归来 凯弗里歪歪扭扭地站了起来 我才是国王 杀了他 快杀了他 我命令你们杀了他 他的手愤怒而狂乱地往下一劈 扫过了铁王座上 那无处不在的锐利尖刺 不由地尖声惨叫 鲜血浸透了飞红华丽的锦衣袖口 将其染为暗红色 妈妈 他哀嚎起来 躺在地上的人 趁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国王身上 冷不防夺过一名金袍卫士手中的长矛 主着他站好 看呐 铁王座拒绝他 他高喊着 他不是真正的国王 瑟西朝王座奔去 但泰温公爵 如岩石一般纹丝不动 只抬起了一根手指 马林特兰爵士便拔剑上前 死亡来得迅速而残酷 金袍卫士们架住了骑士的双臂 马林骑士将常见的尖端 没入了他的胸膛 不是 国王 他临死时 再度高喊着 小桥扑进了母亲怀中 三名学士急忙上前 促拥着国王母子 走出了王座后方的国王门 大家议论纷纷 金袍卫士们拖走了尸体 在石头地板上留下了一道明亮的血迹 贝利西公爵捋着呼吸 听瓦里斯在耳边低语 是不是该散会了呢 三婶疑惑的想 还有二十来个俘虏未曾表态 谁知道他们会宣誓效忠 还是放声咒骂 泰文公爵终于站起身来 我们继续 声音清晰有力 历时压制住了所有的地狱 大人们 想清楚过后 上前来忏悔罪行 恳求原谅 我不许再有闹剧发生 他走向铁王座 坐到了离地三尺的台阶上 等仪式完全结束 天光依然暗淡 三婶筋疲力尽的 从旁听戏走出来 浑身绵软无力 他很好奇 乔弗里伤得有多重 据说铁王座 对不配坐在上面的人而言 是非常危险的 甚至能杀人呢 回到卧室 安全的空间 他连忙用枕头捂住脸 以掩饰那一声欢喜的尖叫 哦 诸神保佑 他真的说出口了 他在众人面前将我遗弃了 一个女仆送来晚餐 他差点要亲吻那女仆 晚餐有热面包 新搅拌的黄油 一碗浓稠的牛肉汤 鸡肉和胡萝卜 还有浸在蜂蜜里的桃子 多么美味啊 他心想 天黑之后 他披上斗篷前往神木林 手吊桥的是一身白甲的 奥斯蒙 凯特布莱克爵士 三萨向他问好 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痛苦而可怜 从奥斯蒙爵士瞅自己的模样来看 三萨不确定这位爵士是否信服了这些 月光穿过层层枝叶 汤特斯等待在斑驳的树影下 干嘛愁眉苦脸呢 三萨欢快地问候他 你也在场 也听见了 小乔不要我了 他跟我结束了 他 汤特斯握住了他的手 啊 穷奇 我可怜的穷奇 您不明白 结束 哦 这才刚刚要开始呢 三萨的心猛地一沉 你什么意思 太后绝不会放你走的 绝不会 作为人质 你是无价之宝 而乔弗里 哦亲爱的 他是一国之君 只要想跟你上床 随时都能占有你 唯一的区别在于 如今他在你肚子里 留下的将不是笛子 而是野种 啊 不 三萨 三萨震惊地说 他放过我了 他 汤特斯在三萨耳畔印下了一个湿湿的吻 勇敢起来 我发誓要送你回家 我发誓要送你回家就一定会办到 日子已经定好了 什么时候 三萨问 我们什么时候离开 乔弗里的新婚之夜 等婚宴结束 我们就逃走 一切都安排好了 到时候 红宝里全是陌生人 其中一半会喝得打醉 另一半人 则会去闹 乔弗里的新房 这个时候 您将暂时被遗忘 混乱就是我们的朋友 婚礼 一个月之内都不会举行的 Margaretelier远在高厅 这才刚刚派人去接他呀 您已经等了这么久了 就请再耐心地等一时 好吗 哦 来 我有东西给您 汤特斯爵士 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张 类似银色珠网的东西 捏在粗壮的指头间 晃了晃 仔细一看 原来这是用细银丝编织的发王 三上伸手接了过来 银丝细致精巧 几乎没有重量 银丝交汇的每个节点上 都嵌有一小粒宝石 黑油油的 仿佛能吸收月光 这是什么石头 压下的黑紫荆 十分的稀罕 其颜色在日光下 会变成深紫色的 真可爱 三上边感叹 边想 可我要的是船 不是发王啊 啊 比您想象的更可爱 亲爱的孩子 这上面有魔法 您瞧 正义之剑就在您的手中 您会替父复仇的 唐特斯轻身靠近 又吻了三上 您 您 回 回家 回家 知聊有声 欢迎继续收听 头一批赤猴在城下出现时 鲁温学士来找西恩 亲王殿下 他说 您必须投降 先盯着面前的一盘燕麦饼 蜂蜜和血肠发呆 这是他的早餐 又一个无眠之夜 让他浑身酸痛 看见食物 只想作呕 我叔叔 还没回话 没有 学士说 派克岛令尊那儿 也没有消息 再派几只鸟 没有用的 这些鸟还没有到达 您就派出去 心一拳砸在餐盘上 掀开毯子 裸着身体 怒气冲天地 从埃德斯塔克的床上 爬了起来 你是不是想我死啊 是不是啊 鲁温 你给我说实话 灰色的小个子 面不改色 我的职责是服务 没错 为谁服务啊 为国家 卢文学士说 为临东城 喜恩 过去我孜孜不倦地 教你计算和书写 历史与战略 要是你更加勤奋好学 我本想教会你更多 我不敢吹嘘自己有多么爱你 不 但我也无法恨你 再说 就算我恨你 只要你占有 临东城一天 我受誓言的约束 就必须给你忠诚的谏言 现在 我建议你 开城 投降 心弯腰 拾起一件脏斗篷 斗掉上面的灯心草 劈在肩上 火 我要生火 还要干净衣服 威克斯上哪儿去了 我不能脏兮兮地进坟墓 您 不可能守得住 鲁温师傅继续说 倘若令尊大人 打算施以援手 酒兵早就到了 但他关心的只有景泽 征服卡临湾之后 他才会回尸北上 你说的有理 寻说 因此 只要我占据着临东城 就能钳制住 洛德里克爵士和 斯塔克的 凤臣诸侯们 使他们无力南下 夹击我叔叔 哼 我可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对战略一无所知 老头 必要的话 我手中的存粮 足以支撑一年围城 不会有什么围城 起初一两天 他们或许会扎营下来 加工云梯 捆扎找钩 一旦准备完毕 您的城墙会在上百个地点被同时突破 您也许可以退到主堡固守一时 但其他地方会在一小时之内沦陷 与其那样 您还不如打开城门 请求 请求他们发发慈悲 他们会给我什么慈悲 我清楚得很 这不实为一种选择 我是天生的铁种 先提醒对方 我有自己的选择 他们会给我选择吗 不 不用回答 我已经听够了你的谏言了 照我的命令去办 放出毒鸭 叫罗伦来见我 还有Vix 让他把我的盔甲擦拭干净 通知守卫 在广场上 全体集合 片刻之间 习恩以为学士要抗命 但鲁文最终只是僵硬地 拘了一躬 遵命 习恩的队伍 小得可怜 寥寥无几的铁民 空旷寂寞的广场 入夜之前 北方人就要到了 他告诉他们 罗德里克爵士 带着所有映照的诸侯 一起杀过来了 但我绝不临阵逃脱 我躲下了这里 我就要守住这里 无论是生 是死 我都是临东城的亲王 然而我不勉强 任何人为我而死 趁罗德里克爵士的 主力部队尚未到达 想走的人赶紧撤退 应该有逃命的机会 他拔出长剑 在地上画了道横线 想留下来作战的人 请上前 无人回话 穿着锁甲皮衣和香丁皮甲的众人 温丝不动 好像石雕一样 少数几个人 交换着眼神 屋子的脚挪了挪中心 迪克哈尔罗 清了清喉咙 吐出一口痰 清风的手指 弄乱了安德哈 整洁的长发 西雕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正在下沉的人 很快就要淹死了 干嘛吃惊 他凄凉的想 哼 父亲遗弃了我 姐姐 叔叔 还有那个狡猾的怪物臭佬 他们统统都抛弃了我 既然如此 我的手下又何必对我忠诚呢 没什么可说的了 没什么可做的了 我只好 站在这雄伟高大的灰色城墙 在这严酷苍白的晴空底下 手握着长剑 等着 等着 头一个月线的是 维克斯 他快走了三步 低着头 站在 西雕的旁边 或许是因为 这男孩的行为 而感到羞愧 黑洛伦 愁容满面的跟了上来 还有谁啊 先询问着 洪拉斧 走上前来 接着是科姆 魏拉格 泰姆和他两个兄弟 病人 乌夫 偷羊贼 哈拉格 四个 四个哈尔罗和两个波特里 最后是 鲸鱼 肯德 一共 十七个人 没动的人 包括乌子 斯蒂吉 阿萨从森林堡带来的十个人 不出意料的 无动于衷 好 你们走吧 鲸对他们说 逃到我姐姐那边去 我向你们保证 他一定会热烈欢迎你们的 斯蒂吉 至少还知道脸红 其他人 则是 一言不发的掉头离开 心妄想 留下来的十七个人 上城墙 假如神灵开眼 得以生还 我将永远也不会忘记诸位 其他人走后 黑洛伦都待了一会儿 战事一开 城里的人 就会反叛 我知道 你要我怎么做呀 宰吊 洛伦说 统统宰吊 先摇了摇头 哼 啊 吊绳准备好了吗 好了 您真打算用这个吗 你有更好的法子吗 有 请让我拿起斧子上吊桥 放他们来打我 以此来一个 两个 三个 都无所谓 只要我一吸尚存 谁也别想过去 嗯 他这是在找死 西安想 并非寻求胜利 他要的只是死后受人歌颂 我们还是用吊绳 遵命 罗伦回答 眼里却含着轻蔑 维克斯 为西安着装 准备战斗 在黑色的外衣和金色的披风下 西安穿着一件上好了油的锁甲 那下面还套了一层硬皮甲 他全副披挂之后 拿起武器 登上东墙与南墙交汇处的瞭望他 好亲眼见证自己的毁灭 北方人正散开队形 包围城堡 从这里很难判断 他们的总人数 不过至少有一千 或许是这个数字的两倍 两千对十七 他们带来了投石机和弩炮 虽然西安还没有看见 攻城塔自国王大道隆隆而来 但狼林里的木材取之不尽 需要多少就有多少 西安用鲁温学士的密尔透镜 查看着对方旗帜 不论转到哪个方向 都能看到塞文家的战俘旗 迎风飞扬 还有陶哈家的三树旗 白岗的美人鱼旗 建货 还有菲林特家和卡什塔克家的灰迹 他甚至还看见了一两面 霍物的家的陀鲁旗 但没有格洛佛家的踪影 阿沙消灭了他们 没有恐怖堡的波顿家族 也没有长城边安布家的部中 不过眼前的部队已经完全足够了 不一会儿 克雷赛文那小子用肠杆打着和平的旗帜 来到城门前 宣称 罗德里克凯索爵士 希望和变色龙席恩当面对话 变色龙 这个称号和胆汁一样的苦涩 先记得自己回派克城 本是要率附近的长船舰队 袭击莱尼斯港的 我马上出来 他朝下面嚷着 就我一个人 黑洛伦不赞同 血债都得血长 他劝着 这些骑士 或许跟同辈之间 讲什么仁义道德 可咱们在他们眼中 只是强盗 只怕下手 会不顾荣誉信条 心发火了 哼 我是临东城的亲王 和铁群岛的继承人 不能沾前顾后 怕东怕西的 你别管 去把那女孩找来 照我说的做 黑洛伦狠狠地 瞪了他一眼 是 亲王殿下 连他也反对我 心意识到了 临东城的一砖一瓦 都在反抗他 假如我现在就死了 一定孤孤零零的 被人遗忘 所以我必须活下去 还有什么选择吗 他头戴王冠 策马骑出城门楼 因为妇女正在井边 积水 大厨 盖起 站在厨房门边 他们尽量 在空白如岩石的面孔 和阴郁沉闷的表情后面 隐藏着 无穷的恨意 但西恩 还是 感觉得到 吊桥 放了下来 刺骨的寒风 叹息着越过河沟 扑面而来 令西恩浑身颤抖 只是有点冷 不要紧的 心告诉自己 只是有点打仗 我可没有发抖 再勇敢的人 遇到冷风 也会打仗的 他渐行渐远 骑马 走进了 狂风的历尺中 走出闸门 越过吊桥 外墙城门 在面前开启 走在城下 他感觉到 孩子们 正用空洞的眼眶 注视着他 罗德利克爵士 骑着他的斑点马 在集市广场等他 年轻的克雷塞文 是掌棋官 史达克的兵员狼 在他们头顶飘扬 广场内 只有他们两人 然而西恩注意到 周围拥挤的房屋顶上 站满了弓箭手 左边有毛兵 右边则是 长长一列骑士 打着曼德利家族 手握三叉戟的 美人鱼旗帜 每个人 都要我死 他们中的很多人 打小和学恩 一起喝酒 一起赌博 甚至一起嫖妓 但只要他此刻 落入敌手 这一切都不能 挽救他分毫 罗德雷克爵士 行勒住缰身 今日我们沙场相见了 甚为遗憾 我唯一的遗憾 就是不能立刻吊死你 老骑士 朝尘土飞扬的地面 催了口唾沫 变色龙弦 我生来就是 派克特 格里焦尼 行提醒着对方 在我出生之日 我父亲给我裹的墙宝 是金色海怪 不是冰原狼 这十年来 你都是 史塔克家的养子 人质和囚犯 我是这么看 哀的公爵 倘若地下有之 早该把你拴在地牢里头 他不仅没有这么做 反而把你和他自己的孩子 一视同仁 这些可爱的孩子 如今遭你的残害 对我而言 这一生永难磨灭的耻辱 就是当年曾交给你战斗的记忆 要是能时光倒流 我宁愿戳穿你的肚肠 也绝不会把剑交到你的手中 我是来谈判的 没工夫听你的侮辱 说说条件吧 老头子 你要我怎样 很简单 就两条 老人说 林东城 你的命 命令你的部下 打开城门 扔下武器 只要能证明 和谋杀孩童无关的人 就可以自由地离开 但你必须留下来 接受罗伯国王的制裁 等国王归来 你就祈求诸神 怜悯吧 罗伯回不了林东城 先保证 他会在卡林湾碰得头破血流 啊 一万年来 每支北上的军队都是这样的下场 北境是我们的 爵士 三座孤城 是你们的 罗德里克 爵士 回答 而这一座 很快就会被我夺回 变色浓 心 阳坐不离 以下是我的条件 日落之前解散部队 愿意宣誓效忠 承认巴隆格雷焦 以为国王 承认我为林东城亲王的人 他们的权利和财产将得到承认 不受任何伤害 胆敢违抗的人将遭到彻底的毁灭 年轻的塞文难以置信 你疯了 哥里交易 嗯 罗德里克爵士摇了摇头 说 他只是自负罢了 小伙子 西恩总是自视过高 只怕本性难改 老人伸出一根手指 指着西恩 千万别幻想 我要等待萝卜突破景泽 与我合兵一处之后 才奈何得了你 我手中有近两千士兵 而如果消息不假 你那边还不到五十人 哼 只有十七个 西恩 强装笑脸 我有比士兵更好的王牌 他举拳过顶 这是与黑洛伦约定的信号 他身后是临东城的高墙 罗德里克爵士正对着他们 看得一清二楚 西恩审视着 罗德里克爵士的面孔 当老人 那花白胡须后面的 拘谨的下巴 开始颤抖的时候 西恩明白 他瞧见了 他并不惊讶 西恩悲哀得笑 他只是恐惧 懦夫的行为 罗德里克爵士说 居然利用孩子 太卑鄙了 啊 我很清楚 西恩说 这种滋味我也尝过 您难道忘了吗 我十岁那年 就被活生生的 从父亲房里带走 就是为了确保 我父亲不再叛乱 这不是一回事 西恩表情冷漠 不错 套在我脖子上的 并非粗糙的麻绳 但他给我的感觉 却分毫不差 他勒着我 罗德里克爵士 勒得我好疼 在此之前 西恩从没有这么说过 话一出口 却陡然领悟道 这是事实 没有人伤害过你 也不会有人伤害 贝斯 只要你 毒蛇 罗德里克爵士 没让他把话说完 骑士高喊着 白须下的脸 因暴怒 而通红 我给你机会 拯救不下 然后带着 仅存的一点 荣誉去死 变色浓 我早该知道 和残害 儿童的人之间 没什么好说的 爵士 手按剑柄 我真该历时 将你砍翻在地 就此终止着 无穷无尽的 谎言与欺骗 以天上主神之名 我办得到 西恩并不害怕一个 摇摇晃晃的老头 但附近 宁神观望的弓箭手 和骑兵队列 可不是闹着玩的 只要刀剑一现 他活着回城的希望 便荡然无存了 你就违约 谋杀我吧 哼 你的小背死 就不会被吊神活活的勒死 罗德里克爵士的指关节 捏成了惨白 两久 他终于放开了剑柄 老实讲 我活得够长的了 身有同感 爵士 您接不接受我的条件呢 我对凯特林夫人和史塔克家族负有责任 您对自己的家族呢 贝斯克是您最后的血脉 老骑士 挺直了腰板 我愿用自己来交换女儿 放了她 拿我当人质 林东城代理城主 肯定比一个小孩的价值大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并非如此 高贵而英勇的举动 老头子 但我并不是傻瓜 我敢打赌 对于曼德勒伯爵和兰巴的陶孩来说 也并非如此 哼 你这身老骨刀对他们来说 一钱不值 啊不 我会留着那女孩 并保证她的安全 只要你遵命行事 记住 她的性命取决于你 诸神在上 仙 你怎忍心做得出这种事 你明知我非功成不可 我宣誓日落之时 你要还在城下磨刀祸祸 我就吊死被死 仙说 要是继续不退 明天天亮前 我将处死第二名人质 日落时处死第三名 从今往后 每一个清晨 每一个黄昏 都意味着一个人质的死亡 直到你扯军为止 你知道我手中的人质 多的是 他不等对方回他 便调转孝心的码头 返回城堡 起初 他骑得较慢 随即想到 身后大裙的弓箭手 便忍不住 踢马开跑 两个幼小的头颅 依然在远处的枪尖上 守望着他 随着距离接近 那包去脸皮又近过胶油的面孔 越变越大 小杯子就站在 那两幅又小的面孔之间 脖子上套着绳索 哭泣不止 心狠狠地加紧孝心 狂奔入城 马蹄踏在吊桥上 踏踏作响 犹如敲打着的骨点 心在院子里翻身下毛 将缰绳扔给维克斯 希望能够阻止他们的轻举妄动 他告诉黑洛伦 反正日落之前就会有答案 那把那女孩带下来吧 送到安全的地方 在层层的皮革 钢铁和羊毛之下 西恩已周身汗湿 我要葡萄酒 最好来一桶 埃德斯塔克的卧室里 升起了火 西恩坐在壁炉边 倒上了一杯 从酒窖里取出的夏日红 只觉得酒和他的心情一样的酸败 他们会进宫 他望着火焰 阴郁的响 罗德里克爵士固然 疼爱他的女儿 但毕竟身为代理城主 毕竟是个骑士 今天 如果换成西恩套的绳子 在城墙上 巴龙大王指挥着军队 在城墙下面 只怕进攻的号角 早就吹响 西恩对此毫不怀疑 感谢神灵 罗德里克爵士并非铁种 青绿之地的人 乃是用柔弱的材料 所塑造的 但西恩不确定 他们是否柔弱到 会屈服的程度 如果西恩错了 如果那老头子 不顾一切的发动进攻 临东城将立刻陷落 西恩对此不抱幻想 他的十七个部下 或许能干掉三倍 四倍 甚至五倍于己的敌人 但终究寡不敌众 西恩凝视着 印在酒杯边缘的火光 凝想着一切的不公 我和罗伯斯塔克 在异语森林 还并肩奋战呢 他低声说着 那个晚上 他其实很害怕 却远不如今天 这么强烈 和朋友共赴沙场 是一回事 在众人的鄙夷中 孤独的毁灭 是另一回事 发发慈悲吧 他凄凉的想 空洞的美酒 带不来未解 于是西恩叫维克斯 取出弓箭 陪他去老内院 那是临东城 扩建前的中厅 他站在那里 瞄准靶子 一箭又一箭的射 直到肩膀酸痛 手指低血 他停了一会儿 把箭从标靶上拔出 又开始新一轮射击 我靠这张弓 救过布兰的命 他提醒自己 也一定能拯救自己 见或有妇女 来井边打水 却无人停留 看见西恩的表情 人人掉头走壁 在西恩的身后 残塔矗立 很久以前 烈火焚尽了 他的上层 留下锯齿状的尖端 犹如一顶王冠 太阳一动 高塔的阴影 一步一驱 逐渐拉长 如一只黑手伸向西恩 日头还没落到墙后 他已经完全落入了 黑手的掌握 假如我吊死那女孩 北方人就会立刻攻城 他边射边响 假如我就此罢休 他们便会把我的威胁 当作耳边风 他又搭上一支剑 进退两难 无路可走 假如您的麾下 有一百位 和您一样出色的弓箭手 您或许能够守住城堡 一个声音轻轻地说 欣回头一看 鲁温师父正站在身后 走开 欣告诉他 我受够了您的谏言 您的生命呢 您觉得自己活够了吗 亲王殿下 欣抬起弓 再敢多嘴 休怪我将你一箭穿心 您不会这么做的 欣拉满弓弦 灰色的鹅毛雨林 拉到家边 打赌吗 我是你最后的希望 欣 我没有希望了 欣心里这样想着 但还是把弓放低了一寸 我不会逃走的 我并非建议你逃走 穿上黑衣把 当守夜人 先缓缓松开弓弦 剑尖之地 罗德里克爵士将毕生奉献给了史塔克家族 而史塔克家族一直是守夜人军团的盟友 他无法拒绝这样的建议 请打开城门 放下武器 公开答应他的条件 您一定能得到穿上黑衣的机会 成为守夜人军团的兄弟 那意味着没有王冠 没有儿子 没有老婆 同时也意味着生命 拥有荣誉的生命 埃德斯塔克的弟弟不就选择了当守夜人吗 穷恩雪诺也一样 哼 我的黑衣服很多 只要把上面的海怪文章撕掉就成了 连我的马也是黑的 凭我的能力 足以在守夜人中出人头地 成为首席游骑兵 甚至当上总司令 就让阿沙保有那些鸟不生蛋的岛屿吧 他们跟他一样的乏味 如果我去东海望当差 说不定还能指挥自己的船 在长城之外打猎也一定很棒 至于女人嘛 哪个女也人不幻想 跟亲王做爱呢 微笑在他脸上 缓缓地扩散 穿上黑衣就能洗清变色龙的称号 一切将重新开始 西安亲王殿下 突如其来的一声大喊 粉碎了他的白日梦 科蒙大步穿过院子 北方人 不边的恐惧 让西安动弹 让西安动弹不得 进宫了吗 卢温学士抓住了西安的手 趁现在还有时间 赶紧升起和平的旗帜 他们在自相残杀 科蒙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起初有另一支军队赶到 约莫数百名士兵加入了围城的队伍 可是现在他们突然又打起自己人来了 是阿尚 哦 姐姐最终还是来救他了 科蒙的头摇得像布朗古 不是 我看肯定不是 他们是北方人 旗帜上有个写人 恐不保的包皮人 西安想起来了 臭老被俘前效命于波顿的私生子 真难以置信 像他这么卑劣的怪物 不知用什么办法 竟让波顿家族转变了效忠对象 但与结果相比 这都不重要了 我要自己看 西安说 鲁温学士紧紧地跟在西安的后面 到达城墙时 死人和垂死的马已经塞满了城门外的集市广场 先看不出战斗的阵线 只有一团混乱交织的旗帜和刀剑 呼喊和尖叫 营绕于秋日的冷气之中 罗特里克爵士的部队 人数虽多 但恐不保的士兵 有着更坚强的领导 况且是偷袭不备 因此占了上风 他们冲锋 厮杀 再冲锋 调度灵活 在拥挤的房屋间 大队人马每次整队的企图都是徒劳 庞大的兵力被冲散为可怜的碎片 垂死战马发出的可怕的嘶叫声中 传来了铁府敲击橡木盾的巨响 先发现旅店也在燃烧 黑洛伦来到身边 静静地站了一会儿 夕阳夕垂 给田野和房屋 镀上了一层红光 一声细微而颤抖的惨叫声 回荡在城墙之上 一阵绵长的号角 在燃烧的房屋背后悠悠奏响 西恩望见一个伤兵 拖着身子痛苦万分地爬过战场 挣扎着前往即使中心的水井 生命之血 在污泥和尘土之中 留下了一条细长的红线 爬到之前 他就死了 此人穿着皮甲和圆锥形的板盔 但看不到徽章 不知他为谁而战 乌鸦迎着夜晚的星光 飞向蓝色的土地 多斯拉克人相信 群星是勇敢者的灵魂 西恩说 很久很久以前 鲁温师父如此教诲过他 多斯拉克人 狭海对岸的马族 是他们 黑洛伦眉头皱成了一团 野蛮人 就相信些蠢事 夜色 渐浓 烟雾弥漫 下方的战况越来越混沌 只听得金铁交击之声 逐渐减低 呼吓和号声 让位于身影与哀嚎 最后 一队人马 从浓雾中奔了出来 为首的骑士 全身黑甲 头顶的圆盔 闪着暗红色的光芒 淡红色的披风 在尖头飞舞 此人在城门前勒马 他的一位手下 高声叫门 你们是敌事友 黑洛伦朝下吼着 敌人会送这种大礼吗 红盔骑士把手一挥 三具尸体 被扔在了大门前 他让人举着火把 在尸体上方挥舞 好让城上守军 看清死者的脸 是老骑士 黑洛伦说 年轻的领主 单眼中见 罗德里克爵士 则是左臂起肘而断 鲁温学士 发出一声无言的惊叫 从成舵 转开头去 跌倒在地 狂呕不休 大肥猪 大肥猪 慢得了没胆量 不敢离开白岗 否则我把他一起 献上 红盔骑士 我得救了 心心想 可为何心里 如此的空虚呀 这是胜利呀 甜美的胜利 是我日夜祈祷的奇迹 他撇了撇 鲁温学士 刚才只差一步 就要投降了 穿上了黑衣 为我的盟友 打开城门 或许今天晚上 我能沉睡安眠 不再噩梦缠身了 恐怖宝的部队 跨越了护城河 穿过内城门 西恩同黑洛伦 和鲁温学士 一道去院子里迎接 对方只举着几面 淡红色的旗帜 多数人拿着战斧 巨剑和砍得破烂不堪的盾牌 你损失了多少人呢 红盔骑士下马的时候 西恩问他 二三十个吧 火炬的光芒 映在他面甲破损的瓷柚上 他的头盔和颈甲 被断成人脸人间的形状 那人被包去了皮肤 鲜血淋漓 张开的大口 似乎在发出极端痛苦的 无声狂笑 罗德里克的军队 是你的好几倍呀 是啊 可他以为我们是盟友 一个常人很容易犯的错误 这个老笨蛋朝我伸手的时候 我一刀把他劈成了两半 然后让他看了看我的脸 骑士双手举起头盔 高抬过顶 夹在腋下 臭老 心有些不安 一个仿佛下的鲜血淋漓 对方哈哈大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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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怜虫早就死了 他躲上一步 都是那女孩的错 他不跑得那么快 那可怜虫的马就不会舍了腿 我们就可以成功脱逃 我看见山坡顶上骑兵出现 便把自己的马让给了他 当时我先干完了 轮到他 他喜欢趁着温热的时候动手 结果我不得不强行将他推开 并把自己的衣服浇到他的手中 小牛皮靴 天鹅绒上衣 银丝剑袋 以及黑雕披风 快回恐怖堡 我吩咐他 把能找到的救兵都带来 快来 骑我的马 他跑得快 把这个带上 这是我父亲给我的指环 如此部下们 准能相信你受我委托 他没有多问 他知道我的话不容置疑 于是我一面看他被人射杀 一面用女孩的污秽 为自己制造气味 并且穿上他的烂衣服 其实我也知道 他们很可能当即吊死我 但这毕竟是唯一的机会 他用手背擦擦嘴 现在嘛 我亲爱的亲王殿下 您不是许给我一个姑娘吗 假如我带来两百元兵的话 而今我带来了三倍的人手 他们可不是什么新手菜鸟 或者香野匹夫 他们全是父亲留下的精锐不对 新话已出口 现在无法反悔 先给他点甜头尝尝 以后再收拾他 哈拉哥 他说 去狗舍 把帕拉带来给 拉姆斯 对方丰厚的嘴唇上 带着笑意 那双蛋白的眼睛里 却一点笑意都没有 波顿先生 告诉你 我老婆啃手指之前 居然叫我雪诺 私生子的笑容 凝住了 那么 对于我出色的服务 您就打算赏个狗舍小妹做犒劳 不太公平吧 他的声音里有一股 心讨厌的强调 正如心讨厌周围恐怖宝的士兵 看他时那种傲慢无礼的眼神 我许给你的只有他 他一身狗屎味 事实上 我受够了臭气了 我在想 我还是收下那个替您暖床的女人吧 他叫什么来着 嗯 开了 你疯了 心愤怒的说 我要把你 私生子反手狠狠的一掌 厚重的钢拳下 西恩的甲骨 嘎啦嘎啦的碎裂 西恩 晕了过去 整个世界 消失在一片 红色的 痛苦 咆哮之中 不知过了多久 西恩 醒了过来 发现自己躺在广场上 他翻过身 咽下一口鲜血 关城门 他想高喊 但一切都迟了 恐怖宝的人 砍倒了红拉夫和坑的 鱼冠而入 好似甲咒与利剑的洪流 西恩的耳朵里一片狂响 内心则充满了恐怖 黑洛冷拔剑在手 却在四个对手的进逼下 节节败退 他看见乌府朝大厅逃窜 途中 却被十字弓一箭射穿了肚皮 钉在地上 鲁温师父 想过来帮他 但一个人骑马奔去 手指长矛 戳进学士的双肩之间 然后调转马头 踩踏人体 令人将火炬高举过顶 旋转几圈 朝马旧的茅草屋顶置去 留下弗雷家的孩子 火焰熊熊 私生子声若红中的喊着 其他的都烧掉 烧烧烧 烧光 西安所见到的最后一件事物 是他的笑心 马 踢着 跑着 从燃烧的马臼里冲了出来 棕毛着火 惨叫不休 抬腿 停泑 最后一 dapat 我们能拥出 最后一遇 longest smoking 这一遇 好的 我们不如